张智琳这天出席动画电影首映 她更带同太太袁咏一儿子一起欣赏 难得享受何家欢的一刻 之前她也跟亮亮一起欣赏女排赛 被发现是中国女排的中分哦 有啊 哇 那个实在是太精彩了 我觉得运动比赛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多一点运动 或是看多一点去感受一下那个团结的 团队的精神 那每次看都很感动 如果明年有机会也会继续去观看去支持的 有不少观众都是他们夫妻俩的中分 特别是两人上综艺节目时的互动 让观众更加加深对他们的了解呢 应该有很多综艺邀请他们吧 暂时也有很多的不同活动 邀请我们一起出席 那我们也尽量去配合 也要去过滤一下 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因为不是每一个活动 或是每一个综艺都能够 做得百分百那么好 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把握做得好 而观众看得开心那就OK 我喜欢那种斗智斗力的 就是有任务要去解决的 然后体力方面也不是问题 他跟亮亮这对CP如此受欢迎 两人一起参加晚宴当然被挤油 不过被宾克强行拍照 很难会开心吧 那个其实真的没有生气了 你都是我本人比较幽默 也可能会带一些黑色的幽默 可是你说生气我真的不会 因为人家跟你拍照 喜欢你都是 我觉得是一种支持一种爱戴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 可能我不在状态 我是在忙一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在吃东西 可能在跟人家聊天 如果在我没有充足的准备 底下拍出来的照片 可能会不好看 他最帅的时候当然是演唱会了 他宣布明年四月在宏馆开唱 更是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呢 对 明年真的很幸运 在香港的宏馆的那个当期 申请得到了 就是明年的四月份 明年的四月就希望 希望我的朋友同我一起 去共度我的那个演唱会 我诚意地邀请大家 粉丝们准备抢票咯 香港报道 有时太不愿来 - 曾 - 曾 - 曾